防癌吃的粗一点 这没错 数据显示 上海浙江等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 截止肠癌的发病率也比西部地区要高很多 这就是由于精米细面吃的太多 体内缺少纤维素从而引起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不光要吃面粉和大米 玉米 豆米 红薯面等等这些粗粮 都应该使用粗纤维的食物 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从而使得人体每天的排便都很通常 避免了便秘的发生 而长期的便秘 会诱发痔疮等肠道疾病 同时 粪便在肠道淤积的时间越长 粪便中的有害物质 对人的身体也会产生影响 猪食吃的粗一点之外 蔬菜和瓜果也要多吃 这些都能促进肠道的畅通 从而避免分辨鱼肌给肠道带来的压力 以及病变的影响 吃饭要跟蜗牛一样细嚼慢咽 有的人吃饭狼吞虎咽 这不利于食物的消化 会给胃肠系统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此外 吃饭过快 会导致血糖急剧上升 长期维持这样的习惯 容易诱发糖尿病 而糖尿病进一步会增加人体患癌的风险 吃饭放慢速度 可以使得食物营养充分吸收 便于消化 而且胃岛素分解糖分的时间充足 从而在饭后血糖不会急速上升 也就避免了糖尿病出现的风险 除此之外 如果烫食吃得太快 容易刺激食管 时间久了会诱发食管癌 所以 细嚼慢咽可以使得食物的温度不热不冷 对食管和胃部的刺激也就没有了 很多人的癌症是做出来的 情绪和心态对于仿癌也至关重要 因为人的情绪有暗示的效果 不良的情绪可以放大对身体的刺激作用 如果长期处在这种劣质情绪的笼罩下 人怎么会不生病呢 所以在中医的理论里 才有百病生鱼器的说法 健康的人体是协调和平衡的 而不良的情绪就是打破了这个平衡 从而导致人体各个脏器处在一种亚健康状态 不良情绪笼罩的时间越长 出现病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所以俗话才说笑一笑十年少 尤其是对于已经患有癌症的患者来说 不良的情绪破坏的是人的免疫系统 当免疫力跟不上的时候 你的情绪又处在很差的状态里 癌细胞自然就要大举进攻了 四种防癌蔬菜要多吃 世间万物皆有优劣 蔬菜里除了膳食纤维丰富之外 吃对食物还能达到防癌效果 比如以下四类蔬菜 就是李佩文专家强烈推荐大家吃的 十字花科植物 比如白菜、卷心菜、花菜和油菜等等 中医认为这类菜性良 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功效 而且这些菜中含有银朵类衍生物 可以体内多种美保持活性 从而起到抗癌防癌的作用 根莖类蔬菜 比如红薯、竹笋、萝卜、胡萝卜等 含有的胡萝卜素多 而且纤维多 可以立个宽敞、降腻礼器 海藻类植物 像海带以及紫菜等食品 富含多糖类物质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而且含点量很高 可以保护甲状腺的健康 海藻类食物性寒 肠汁可以软煎散结 消瘾破肌 食用菌类、蘑菇、香菇、金针菇、木耳、银儿等等 这类食品 多糖类和核糖核酸比较丰富 细胞的免疫功能能够得到有效维护 这类食品性肝 可以补气化痰、浮症驱邪 节俭是美德 但在吃上不能太省 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 由于以前过过苦日子 因此十分节俭 甚至一些没变的食物都舍不得扔掉 而是吃下去 很多没变的食物中都含有致癌物质黄蛆酥 吃多了简直就是投毒行为 此外 隔夜的剩饭剩菜 尤其是剩菜 里面有亚硝酸盐 人体过量摄入后 可能在体内生成亚硝岸类物质致癌物 增加患癌风险 另外 筷子、砧板这类生活用品也不能贪图便宜 买稍好一些的 定时更换 避免黴菌滋生 对于癌症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良好习惯 都能有效地杜绝它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的健康生活预防做起 盘点那些被吹上天的防癌食物 其实真没啥用 一、大蒜 传言中提到的说法是大蒜内的大蒜提取物几乎达到了包治百病的作用 不论是预防癌症还是心血管疾病都不在话下 事实上 大蒜的作用远没有那么神奇 传言中宣称的大蒜功效很多都没有进行过临床实验 还有些实验仅在动物以及体外细胞上进行 不能简单推论至人体身上 对此要持有正确心态 二、茶 茶叶非常广为流传的一个作用就是防癌 但是关于茶的防癌作用争议却很大 有研究显示茶有抗癌潜力 但是也有研究显示茶没有抗癌作用 欧洲流行病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 使用了五十多万中国人的数据 以此来分析喝茶和多种癌症之间发病风险的联系 结果显示 每天喝茶大于四克的人群和每周喝茶小于一次的人群 总体的癌症风险并没有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喝茶并不能起到防癌作用 三、秋葵 秋葵的外号也是数不胜数 包括有绿色人参、植物黄金等 也有人说秋葵是癌症克星 然而秋葵就是普通蔬菜的一种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维生素、一些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秋葵具有特殊作用 四、西兰花 西兰花能防癌的说法也是由来已久 事实上这是个断章取义的说法 这个传言的真正说法应该是 西兰花等十字花科植物内含有一种天然分子 可帮助抑制肿瘤生长 研究者表示按照等量换算的话 想要达到潜在抗癌效果 每天大约需要生吃六斤左右的十字花科蔬菜 话重点每天生吃六斤 光是这就不可能做到 更别提吃了之后也只是潜在抗癌效果 也就是不能确定 相信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吧 总而言之 光靠吃某种食物来抗癌 是非常不靠谱的 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食物可以起到抗癌作用 单一的只吃某种食物会吃不下其他食物 反而会引起营养不均衡 对健康不利 我们在生活中 真正应该做的绝不是去寻找抗癌食物 而是要改掉一些很多人正在做的一些可能会诱发癌症发生的不良饮食习惯 不良的饮食习惯或增加癌症风险 却经常被你忽视 一、少吃油炸食物 有些人就喜欢油炸食品 但其实油炸是个极为不健康的烹饪方式 长期摄入油炸食物会诱发肠癌、胰腺癌等消化到肿瘤发生 二、少吃剩饭剩菜 日本也是胃癌大国 但是发病率已经得到了大幅度下降 医生认为日本胃癌发病率下降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使用冰箱 剩饭剩菜吃得少了 因为食物在常温下容易变质 很可能会诱发胃癌发生 三、少吃应酬饭 回家吃饭是医生一直在倡导的 因为很多人都忙于应酬 餐桌文化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陋习 在餐桌上不自觉地就会大吃大喝 外加不良嗜好 这样一来会让胃肠到肠时间处于受损状态下 再加上体重超标的话 癌变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常见的很多蔬菜中其实都含有所谓的抗癌元素 这些物质对于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每个蔬菜中含有的成分有限 我们人体能够吸收的成分也有限 日常生活中适当多吃 对于身体肯定是有好处 但如果想要通过食物避免癌症或者治疗癌症肯定是不现实的 总之想要预防癌症就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做好癌症早期筛查 一般就能够降低患癌风险